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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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十全十美厨房好man 進來好man厨房其實有一段時間了 那麼各位觀眾朋友在網路上也有很多留言 今天呢我們就來看一下網路的一些 對我的一些批評與指教 這個小妹要注意站姿 協議在料理台或雙手抱胸都不太好看 感覺太隨便了 最近有注意我的站姿 比較不敢這樣子站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嗎 錄影一天站久了 其實還真的蠻累的 所以有時候會想說就這樣休息一下 但是有時候確實自己回家看到電視 確實不太好看 謝謝你的批評與指教 還有試吃的時候對味道跟口感的形容 要多做功課 這樣我們才能夠更感覺得到 這個點蠻難的 我也一直在嘗試 一直在去找新的詞彙來跟大家形容 但是給我一點時間慢慢慢慢進步 但是說真的 嗯 進來廚房一段時間 真的很謝謝大家的一些批評與指教 那當然有些比較嚴厲的批評 那也有些非常值得就是稱讚我的一些鼓勵 那在這邊都謝謝大家 但是真的很希望你們能夠給我一點時間 我在想 因為常常在網路上有人說 問那些什麼白癡問題 沒看過豬走路也吃 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吧 其實我在這邊回答您 我不只吃過豬肉 我看過豬走路 我還被豬咬過 其實每個人呢都有每個人的人生的經驗 那我覺得在這邊如果我常問一些白癡問題 那是不是 做菜當然是要認真 但是我們不要那麼的嚴肅 是不是把我的這些白癡問題 轉換成一種比較輕鬆的態度 來看這些事情 那麼你可能也可以去回想 當初您學料理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跟什麼樣的一個興趣 好不好 希望大家真的都給別人一點點時間 我會好好加油 謝謝 那重點是 我這麼爛的廚藝 怎麼還敢站在這邊 我們一直組成呢 就是因為我們節目 每一集都會邀請到非常專業 而且能夠教大家 用最簡單的方法 做出最美味料理的老師 我們今天就來歡迎梅憲老師 今天好妹上菜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刀切家常蔬菜麵 麵糰的部分要準備的材料有 麵粉兩杯 青菜汁90克 蛋一個 鹽一小匙 另外要準備 蝦仁四兩 魷魚一條 蟹肉十片 胡蘿蔔半條 小白菜三隻 蔥一隻 鹽一小匙 還有胡椒粉三分之一小匙 這樣就是 刀切家常蔬菜麵 所要準備的材料 好 老師好 李仁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剛剛講了很多不好意思 讓妳站很久 不會不會 妳真的是值得我們讚揚和鼓勵 各位觀眾朋友 身手變成手手 手手變成老手 他是要需要一段經驗和他的歷練 那我希望就是說 李仁在這條路上可以走得很平身 謝謝 今天要來為我們介紹這個 就是我們家常菜 家常麵 家常麵 在家裡常常就是 常常會可以煮的料理 刀切家常蔬菜麵 對 因為我們今天自己要擀麵 自己要擀麵 自己要把它從麵粉做成麵條 這是兩斤的中斤麵粉 然後你先打一個蛋 把蛋不要整個泡下去 不要這樣子 一定要打散 打散 打散 把蛋打散 對 先倒蛋 先倒蛋 對 然後再來放鹽巴 放鹽巴 鹽巴我們要 鹽巴全部都加 全部都加 差不多半小時這樣子 好 OK 然後我們再來加這個 這個就是青菜素菜汁 各位觀眾朋友 為什麼 青菜汁是青菜是這樣子 我本來是要用到這邊 我們在家裡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菜梗子不要放 就放青菜的葉子 放在果汁機裡面 加一點點的水 讓果汁機 用葉子下去 用葉子 因為白色它不會出綠色的 你讓它去打 打好了以後 我們用一個網子把它過濾 就變成這樣子 第一個最好做素菜麵的青菜是菠菜 菠菜 菠菜 菠菜也有影響 因為它顏色比較深 第二個就是 青江菜 就是我們湯匙菜 對 那第三個沒有辦法 才用到小排菜 那我今天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青江菜 這是青江菜的 好 那你不要一口氣倒下去 你先倒一半 先倒一半 對 好把它拌勻 我們現在很多的有素菜麵 有素菜麵 還有什麼胡蘿蔔麵 那各位觀眾朋友 您就自己多做做 多動手來做這些素菜 我們是真的是身材實料 沒有放任何的色素 對 現在蕭經會統計外面很多 就是有顏色的食材 其實都直接放色素 色素 都不是天然的食材了 不是我講的 是蕭經會講的 對 蕭經會講的 要早去找他 不要找我們 對 等一下我們要破壞一下 我們把它拌勻 對 你就可以開始揉了 好 你就把它揉成團 揉成團 對 這樣可以 可以 上次你好像有 有味 對 你這樣跟著沒關係 那李仁 今天這個是 有沒有放開水 沒有耶 這個叫做冷水麵 冷水麵 對 跟我們上次做的麵不一樣 不一樣 我們上次是用開水來燙麵 對 那冷水再來揉麵 今天我們直接的就加入這個 我為什麼要一點一點加 怕太軟 那有的精度跟麵粉廠牌不一樣 它的精度吸水量都會不一樣 所以你加這個水 就是要慢慢慢慢的來加 所以我們這個麵條 待會兒就會呈現一個青綠色的感覺 對 你在這邊做 我來這邊跟各位介紹 我今天放了小白菜 小白菜 胡蘿蔔 胡蘿蔔 蔥段 我已經切好了 那今天是做的海鮮 加海鮮的配料 加海鮮的配料 今天是用了這個花枝 花枝呢 我們把它清洗乾淨 頭就不要了 我們買兩個小小的花枝 透抽都可以 都可以 來 透抽 我們這樣直的來切 不需要再切交叉花枝 我覺得做蔬菜麵有一個好處 像我小孩 都吃白色的東西 白麵 白 飯 對 白饅頭 可是如果我們這個 在家自己做蔬菜麵 它就只吃麵條的話 它也可以吃到營養 是 而且我們也加了雞蛋下去 對 對不對 它的營養價值 假如說各位吃素的 有素食的朋友的話 您不吃蛋 您就不要加 像我 我在家的話 我就和兩杯的麵粉 然後可以做很大的 一個大盤 這個麵 做好了以後 我吃不完 另外那個 我就用塑膠袋包起來 就能動起來 我們今天這個麵粉 妳是準備多什麼 兩杯 兩杯麵粉 兩杯麵粉 它的量就是我們 吃飯的飯碗兩碗 兩碗 對 然後加一個蛋 加一個蛋 然後加我們的 半杯的水 半杯的水 對 這邊呢 現在就給它切成這樣子 它會越柔 越柔越 你看這邊 這邊還有白白的 我們不要讓它看到白白的 我要把你 給你勾動 很累 很累 你要知道 對啊 現在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拿出來揉嗎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我們那個板都乾淨的 好 我這個 這個把它這樣切成這樣 梳子狀 也不需要切花 好 在這裡面 我們加一點蔥的尾巴 好 我們就來燙 蔥的尾巴 然後放一點酒 加一點酒 讓它去腥 讓它去腥 好 先把這個花枝 這個 今天我的花枝先把它下去 過燙 花枝先汆燙過 對 花枝汆燙 花枝下去以後 我們也可以把蝦仁一起來燙 我今天花枝很大塊 稍等你就拚大塊來吃 穿燙馬上撈起來嗎 待會兒要撈起來 沒關係 給它熟 給它熟 對 給它穿燙一下 那我們蟹角就稍微等一下 因為蟹角比較燙粗 喔 這兩種比較不會燙粗 它比較燙粗 我們就慢慢再來花 稍微把它湯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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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很辛苦 讓它休息了 要休息了 好了 不好意思 你休息了 這樣可以了嗎 可以可以可以 真的嗎 是真的可以 還是有白白的 白白的沒關係 可以了 它休息一下它就不白了 油一油就變成這個樣子 對對對 好 那在這個時候 我就把這個下去 蟹肉 把蟹肉下去 蟹肉乾燥粗 所以我們汆燙的水 待會兒不要用 這個不要啦 不要用 這個不能用啦 本來是可以 過油 過油用油鍋 那我們今天就是 這一鍋水燒到底 就是把它燙到底 清淡一點 等一下因為要爆炒嘛 對不對 這個蟹肉啊 擺回來以後 給它沖洗好了以後 我也沒有加粉 幹什麼 什麼都沒加 就讓它過燙一下 過燙一下 對 它比較燙粗 那我們怎麼樣子 來去腥的方法 它這個很新是不是 可是我們過燙了以後 我們在燙裡面 那在燙的裡面 我們加了酒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它撈起來 讓它不要那麼新 我們拿一點水來沖它 不要怕它 好 這樣就好 這樣就稍微 那不可以燒粥 再用水再去把它 對 對 這個是最好的方法 我們今天不知道要吃米 還是要吃海鮮不知道 水招 對啊 我們剛把海鮮的料都汆燙過了 然後麵糰也揉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動作 接下來就這樣子 你看它揉最坨面 是不是 那你看有白白的 對啊 沒有你揉得這麼脆綠 這個是我 我早上揉的 就是在早上要來之前我揉的 你揉多久時間 揉的 就跟你差不多 差不多 你看你這個揉 你剛剛在盆子裡面揉 你手力不夠 那現在我們就要這樣揉 看它沒 你把它拿出來再揉 這樣揉 這樣揉 對 你越揉 它越光滑 為什麼 你的麵糰有比較軟的感覺 比較Q 因為我挑戰的 不要這樣 真的 不是說剛才揉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這個 我的就是比較硬 有沒有 就是比較硬 因為你剛剛才和的麵 喔 它要讓它醒一下 它要醒 因為醒就是說你看 麵跟麵之間 你看我抓這麼一點點它就會 那你這個一抓 它等一下就會斷了 它還沒有醒在一起 它沒有黏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這樣給它揉成團以後 我們還是用原來袋子 袋子裡面有放一點點的油 放進去 我等一下給你帶回家 你晚上做給你做做吃 好 謝謝 是 好 好 那我們這個呢 這個麵你看 像那個鮭皮一樣 很漂亮 很漂亮 這顏色很漂亮 像我們在平常吃那個麵店 看到那種 那個叫刀削麵 從這邊這樣上去 那個叫刀削麵 對 那個叫刀削麵 那這個叫手擀麵 手切 手來切這邊 好 這個就是我今天用的青鋼菜 青鋼菜做的麵 所以今天蔬菜刀削麵 就是要用刀子削 不用刀削 不是刀削麵 手擀麵 蔬菜 手擀麵 手擀麵 對 自己做的麵 自己做的 我擀一下 我太累了 我來 我來 可是你說刀切加常蔬菜麵嗎 對啊 等一下切 你不把它擀開怎麼切 所以要有像我們在平常吃那個麵店 看到那種 那個叫刀削麵 從這邊這樣上去 那個叫刀削麵 對 那叫刀削麵 那這個叫手擀麵 手切 手來切對不對 你把它打開 你把它擀開 越平越好 越平越好 對 這幾世人沒吃苦 現在來這裡做很辛苦 你看 對 很壞 所以人就是這樣你知道嗎 我小時候不愛念書 我就當演員 就要看很多次 然後我不會做菜 就來主持美式節目 是 這是老天對你很過分 一切如果說一切都是天意 再把它擀平一點 對 要擀平 還要擀得很平很平 很大張 我們在這樣的時候 我們下面都要放麵粉 下面麵粉 對 再擀 我再督導你擀 我這個動作是OK的嗎 很標準 可以嗎 你好像是很適合天生注定 要做主持節目 這個美式節目 天生適合做鼓勵 很好耶 對啊 這樣也很好 來 我來擀一下 那你休息一下 你喘一個氣 我怎麼一直擀 它就會一直會滑 一直滑 就是說要洗 你不行的話 它越縮越厲害 一直要洗 你這個麵給它多吃一點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樣子 這是另外一招 那你擀 你看 你在擀的時候 你兩個手 把它拉開 你看 你一邊擀 這個就是手擀麵 你要說 為什麼那麼累 像以前呢 我們在擀這個東西的時候 真的是 一大片 一大片 你一個人就要埋頭 一邊流汗 我覺得那個麵 一點鹹鹹的感覺 因為都滴了你的汗 你要學到這一招 你要下去 下去以後 兩個手拉開 你看現在越來越大 越來越薄 對 越來越薄 不用害怕 它不會斷 不會不會 它它的筋度很好 差不多嗎 可以了吧 我當然說OK了 可以了 這個其實很薄 很薄 等一下煮起來會很硬 不好吃 一定要更薄 對 要再薄 再薄再好吃 沒關係 我跟你講 這個可以減肥 我要這樣想 而且我可以做給很多人吃 我覺得大家都很高興 謝謝 可以了 弄完之後 然後再吃 會不會又胖回來 不會啦 不會 好 李仁 我教你怎麼樣來做麵條 好不好 怎麼做麵條 撒粉 撒滿了 那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在這邊 不是只教李仁一個人 大家不要誤會 我們是用李仁做他一個標準 來跟大家傳播 我覺得這樣子 如果您會的話 就麻煩您複習一下 如果您不會的話 這是一個很好學習的機會 對 你這邊這樣拉起來 好 輕輕的捲 捲起來 捲 捲 捲到一半不動了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比較厚 我們還要再改 還要再改 因為我們兩個太喘了 不行 這老太太不行了 你看這樣子 多漂亮 好 就變這樣對不對 對 放粉 放粉 好 要把它弄緊 弄緊 只要你沒有放很多的粉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 它為什麼會沒有辦法 它等一下又黏成一坨了 對 我這邊在燒水 我們在燒水 麵條的製作方法是兩碗中筋麵粉 對 然後加上 半杯的 半杯的那個 蔬菜汁 還有一顆蛋 一顆蛋 還有鹽 鹽 對 然後我們下去把它做這個 油麵糰的動作 然後大概要醒多久呢 差不多 最起碼要醒20分鐘以上 醒個20分鐘 旅人你看 我這個先不動 你來看這個 這個是不是兩邊 對不對 你從中間給它夾起來 一抖 這真的是一條一條的麵條 假如說你這個麵條 我們這個是粗的 你說我要吃細的 你在抖的時候多抖它一下 它就長了 對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那這些麵呢 就要看你的造化 好 你要給我們吃粗的 吃細的由你來決定 好不好 好 下面鋪大量的麵粉 我來這邊 你弄好 我來拉 太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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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太粗了 沒關係 這樣就可以 沒關係 你不用怕 這樣 你趁時機會學刀工 不要這樣 這刀是對的 對 這刀就對了 有聽到這樣聲音就對了 一刀下去不要猶豫 對 好 這樣鐵子你可以學的拉 對 我們就 不是 從中間 拉回來 從中間拉回來 抖一抖 抖一抖 很好玩 很好玩 對 那弄好的麵粉就放在這邊 就這樣子 像這樣子 你說太粗太細 你可以這樣拉 你拉一下就 就變細了 它麵條彈性非常的好 好 我這邊水開了 你把那個碗弄好以後 我把這個麵來煮 直接下來煮 直接下去煮 對 一定要把它拉開對不對 你拉開的話就細了 你不拉開就粗了 對不對 這不拉開它會糊在一起 對 哇 這個麵條的顏色好漂亮 對 對 好 給你看 來 我來處理這些 這個茶壺水放在這邊 你蓋上鍋蓋讓它 讓它 蓋上鍋蓋 對 不用怕它會 你蓋上鍋蓋 只要它鋪了你就加水 嗯 就點水 就點水 這樣一個麵條大概要 點水這個東西大概要幾 差不多這兩次就夠了 兩次就夠 為什麼它這個麵條 我們皮比較薄 我們切得比較細 那等一下我們還要做湯料的時候 把麵條再下去 對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把這邊整理乾淨 你看麵 我來炒餡 OK 好了 都鋪起來了 OK 好 那待會兒它再滾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把火關掉 你就把它盛盤 就把它盛盤 盛盤 對 我來沖斷先讓它下去 就先把它爆香 這個麵是非常好吃 我常常拿起來這個麵 弄好了以後 就拌一些辣油沙茶 直接就乾拌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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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有什麼酸菜啊 油肉末都可以搭下去 就是用一團麵團 就可以做出很多料理 對對對 我把它這個爆香以後 我直接加水 加水 對 好 謝謝我來 我本來有寫要寫高湯 因為我們今天最重要的 烤了 烤了 火可以關了嗎 關著把鍋打開 好 就把它撈出來 這邊就可以這樣 OK 這個直接就是我們的湯底嗎 對對對 對 這個就做我們的湯底 我們不再需要高湯嘛 嗯 就這樣子來做就可以了 這顏色好漂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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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盤子沒關係 好 放這個也可以 都可以 對 對 好漂亮 這我們也不用說放在冷水或者是什麼 沒有關係 假如說我們今天要吃拉麵的話 你說日本拉麵 這個時候就泡冰水 它會比較Q 冰水 然後就Q 你就用那個日本醬油啊 爆一點的 吃起來 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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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再來做 做一個動作 就是說你怕會黏 因為我們沒有沖冷水 對 你把筷子拿來 在這邊 其實我們馬上要吃 是不需要做這個動作 可是我們不是馬上吃的話 我們就需要做這個動作 要不然你又變成一個大餅 對不對 對 我們這樣一邊做 我們一邊來調味 我們在這個裡面就加入鹽巴 鹽巴 對 那麵條呢 不要太淡 太淡的麵條 我們台灣話說 就是讓它麵條有點味道 味道 我在製作的時候 這應該要放點味精啦 或者是什麼 雞粉啦什麼 因為我跟你合作那麼多次 我很少加那個東西 對 我覺得天然就好 天然就好 那加點鹽下去 加點鹽下去 然後用點胡椒粉 那是看個人的喜愛 你不能你自己不喜歡 去勉強別人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對 好 這樣好 讓它慢慢開它會開 好 在這個時候 我為什麼先把蔥爆一下 它的湯底裡面有蔥香味道 就會有蔥香味道 對 那這個胡蘿蔔是切片 把片開 在這個時候 這個水的比例呢 我們要怎麼去裝 因為我們今天要加這些麵 你麵條多少都無所謂 多少 你喜歡吃湯一點啦 或者吃那個都無所謂 我把這些海鮮都下去 因為海鮮剛剛過燙過了 是不是 海鮮煮起來一鍋 這樣才過癮啊 這樣才過癮 其實你可以 所以我本來要買那個生蠔 醬油 醬油來加 那個更好吃 更好吃 讓它燒開一下 那我們家常麵 我們總 我總覺得家常麵 應該麵湯裡面 帶一點麵糊 感覺才好吃 嗯 那這樣輕輕的 那就比較 比較家常麵 對啊 比較家常麵 攪拌好嗎 攪拌好嗎 還是太多 攪拌好嗎 攪拌好嗎 攪拌好多就好了 好 攪拌好多 攪拌好多 攪拌好 好 那你就要試試看 有夠鹹醬 有夠鹹醬 好 攪拌好 那一定不夠鹹 嗯 淡了一點 好 再加鹽 這湯頭我們剛剛有加了 加鹽跟胡椒粉 加鹽胡椒粉而已 對 你要是放雞精也可以放 放雞精也可以 可以啊 你要不要 雞粉 不是雞精 雞粉 放一點好了 好啊 一匙 這麼大鍋 太多了 太多了 OK 我會怕 這樣就差不多了 那我就把它放在這邊 好 你吃吃看 加這個雞粉 感覺就不一樣 嘿嘿 所以技術還不如雞粉 好 來 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 來 等一下我們把青菜 等一下放在上面 哇 這很Q 很Q 麵很Q 很Q 有感情在揉面 就有 對 這個 你講這句話 我最那個 最杏 哇 光這麵條的顏色 看了就開胃 很過癮 淡淡的蔬菜香 對 我們還有一樣東西 青菜 青菜 旁邊 燙一下 好 小白菜一燙就好了 燙一下就熟了 不要燙太久 它不脆啊 不脆吃起來怪怪的感覺 你今天是準備我們整組 整組人馬的份量 我就覺得說 要愛大家一下 你今天這道菜單食材 賣一下多少錢 我也不知道 我都整個都算了 找不清楚 這算很家常不會很貴 不會很貴 不會很貴 加常 這麼糊 好 李仁 來 這給你我彷彿 來… 好 我們這是不是 米愛炭燒炸對不對 對 一定 我們馬上來吃吃看 刀切加常 蔬菜麵是什麼樣的滋味 來 老師 我們坐回來 一起來… 好… 我先回來吃一下 先吃個麵 對… 你要吃吃麵 看它的口感怎麼樣 自己揉的麵 自己揉的麵 對…你的汗水都在裡面 沒錯 吃起來有一種 特別的成就感 對… 先吃麵 麵條一輪 而且有淡淡的青菜味 那種一點點… 這個是很健康的 很健康 而且真的很家常的味道 很好吃 對不對 那當然好了 可是最近我們在網路上 有很多朋友都說 我形容吃的口感 不夠貼切 而且不夠多 讓觀眾朋友感受不到 因為可能是他… 他在這方面的經驗 比我們還老到 嗯 其實我們這個口感的感覺 我來形容的話 當你腳的時候 你有後勁 後勁 後勁 你就說QQ QQQ 對不對 QQ 可是你有後勁以後 你的感覺 你的器官裡面 就會有一種麵香組 嗯 嚼嚼就有麵香 對不對 好會講喔 怎麼那麼厲害 我們再來試試看這個 我們好像汆燙過的海鮮 它不油膩 為什麼有鹹味呢 有鹹味 有鹹味就加了鹽啦 加了鹽 對不對 因為我想說 我們剛剛調了鹽沒加很多 對 其實這一鍋東西 我們今天是用這麼漂亮的碗來裝的 我們在家裡的話 是用一個鍋來裝 然後一人一碗 一大碗 然後這樣很粗獷的來吃 你想想那個 畫面 就很溫馨 對啊 而且真的像妳講的 咬到後來越咬 越香 越有嚼勁 對 這個就是麵粉製作的 這種特色 謝謝梅仙老師 今天為我們帶來這道 非常溫馨 非常有媽媽口味的這個 刀切家常蔬菜麵 讓我們吃得大家都很開心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刀切家常蔬菜麵 的做法是 打蛋液入中筋麵粉中 然後加入青菜汁還有鹽 揉成麵團 放入塑膠袋中 醒20分鐘後 擀開成一大片 從兩端捲起 折疊後 切成0.3公分寬的條狀 魷魚 魷魚也就是花枝 切花 切片備用 滾水加入蔥和米酒 入魷魚 蝦仁 穿燙撈起之後 再放入蟹肉穿燙 撈起備用 麵條入開水鍋中 煮熟後撈出 拌入一點油放涼 然後入一大匙的油 爆香蔥段後 加入兩碗的水 鹽 胡椒粉調味 然後入胡蘿蔔 海鮮料滾開就成了高湯 高湯煮開後 入麵條 加入少許的雞粉 最後放入小白菜 就可以盛盤了 今天梅仙老師呢 教我們自己做蔬菜麵 自己揉麵團 然後利用蔬菜的這個 本身鮮綠的顏色 去提煉的湯汁 跟麵團揉在一起呢 就變成非常清脆的蔬菜麵了 過程很好啊 非常的 但是非常的耗力 然後第一次知道自己 原來這樣子 把麵團兩邊對卷 切切切 一拉 就是我們外面吃到的蔬菜麵 這在家自己做呢 非常的輕鬆 而且健康 因為外面現在 有些坊間的一些 有顏色的東西 那有些會加了一點色素 那我們自己在家裡做 既健康又有營養 而且這一道麵吃起來 你試試看 真的有媽媽的感覺喔 請問你是如何煮 這個麵才會Q才會好吃 這個麵 這個吃起來會好吃 會有小撇步 有小撇步 有小撇步 因為那個麵 水要大滾 大家好 我是胡提姐姐 歡迎收看 十拳十美之十拳大補丸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在台北有著名的牛肉麵節 美食節還有伴手禮節 可是你或許不知道 在台北縣的蘆洲 也有非常正點的 茄阿咪嘉年華喔 現在蝴蝶所在的位置 就是台北縣蘆洲 非常有名的永蓮寺 它在清朝的時期 就已經建立了喔 所以呢 當地的茄阿咪文化 還有當地居民的生活 就是以這裡為中心 發展起來的 那今天特地來到蘆洲 參加茄阿咪嘉年華 就是要帶大家去品嘗 美味又獨特的茄阿咪啦 先去找一家老字號的小小吧 這家茄仔麵聽說是 蘆洲茄阿咪的老字號了 而且我剛剛看喔 裡面還滿多客人的 高棚滿座喔 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在地美食 那我來先去看看 裡面的客人都點些什麼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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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問問看喔 妳們來這家老字號 都點些什麼 我剛才叫茄阿咪那一隻 山山肉 還有苦瓜蓮 油豆腐 柳魚 再來就是茄子肉 對喔 對 好不好吃 好吃啊 你看這個山山肉這麼漂亮 當然也是 真的 感覺好內行喔 應該是一個老頭喔 這製作市長很容易 是市長喔 不好意思喔 沒想到市長那麼漂亮又有氣質 那市長我今天來就是為了你們的 2008年切斬麵加年華耶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們一起做 然後大家一起吃呢 好啊 來 來 那市長我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會想要舉辦這個加年華 我們露酒的茄阿咪是全身有名的 所以我們富年是第一次茄阿咪 加年華茄阿咪 也是千萬茄阿咪大飯送 哇 獲得市民好大的回饋 真的 所以要求我們今年一定要再舉辦 對 所以今年已經是第二年了 第二件… 對… 可見大家都想要來對不對 對… 那這裡的茄阿咪有沒有什麼特色 露酒的茄阿咪最主要的老闆都用大骨 大骨下去煎那個湯 烤那個湯出來 所以都沒有餐味道 對喔 而且從這個山丹肉也都在大骨裡面湯 所以很好吃 這個湯頭很清淡 麵又很Q 真的 好會形容喔 好險你不是做美心節目的主持人 好吃喔 那市長要問你喔 那這個加年華是從什麼時候 舉辦到日期 我們這次2008切斋麵活動 我們是從9月20號來到10月26號 那我們9月20號 就有那個文化觀光列車 就開始啟動了 還有觀光列車喔 對 有… 聽起來好像很好玩 而且我有聽說是不是還有 現在最夯的電影 海角7號的演員也會來 有 我們在10月25號跟26號 在陸家學中也是那個 舉辦千萬切斋麵大放送 好 我們這個好朋友 大家都可以來露酒桌 客來吃這個好吃的青仔麵煮 大家真的要嗎 一起來吃 這個油豆腐也很好吃 真的 這是魷魚 對 這家切斋麵店已經開了30年了 它的湯頭是用五花肉 豬大骨 還有獨家秘方 經過長時間的熬煮 它會這麼濃郁又不油膩 吃切斋麵的另外一種樂趣 就在於可以搭配很多小菜 這邊的小菜種類很多 像是 招牌五花肉 好Q 花蓮 新鮮大快又實在 每一樣都會讓你吃了之後 大呼過癮 與法不能喔 既然來到了盧州切仔麵的嘉年華 當然不能只吃一家啊 現在來到了第二家 聽說也是很特別喔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盧州切仔麵開山食主的孫子所開的店 到底會有怎麼樣特別的古早味呢 趕快吃吃看就知道囉 吃吃時間 你看 滿桌子的小菜好豐盛喔 而且每一道看起來都很可口 那切仔麵加年華 除了有好吃的切仔麵之外 蝴蝶現在要試的是另外一種 意麵 不知道口感會不會也跟其他米一樣很好吃 你看 整個都冒煙了耶 跟上一家一樣 湯頭也是非常的甜 而且感覺是用大股的高湯熬了很久很久 然後再配上他們自己炸的這種油蔥頭的香味 非常的好喝喔 吃吃看麵 這裡的意麵比外面的稍微細一點點 所以吃起來比較有咬勁 然後QQ的 配上這個高湯很好喝 這家店的湯頭也是用大股 五花肉熬煮成鮮美的湯頭 雖然看起來用料很像 但是喝起來的味道香甜不膩就是不一樣 而且這個麵看起來好Q喔 快來問問看老闆 看看是不是有什麼秘訣 老闆娘 你真的穿得很漂亮耶 沒有啦 很漂亮喔 謝謝喔 很可愛 要請問是怎麼煮這個 那個麵這麼Q這麼好吃 這個麵要吃起來會好吃 會有小撇步 有小撇步 有撇步 因為那個麵 水要 要滾 水要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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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麵 要麵 要好吃就是 你這個麵水要稍微乾 對 這樣切 切一點後麵水要稍微乾 稍微乾 稍微乾之後再放好冷 再煮熱 再煮熱湯 再會吃出那個完美 那麵水如果稍微乾 就有香味就不好吃 好 而且你們這裡的油蔥是不是自己煮 是 我們這裡的油蔥都自己煮 不然我們這麼多萬天 倒下去就是這樣 真的耶 對 都自己煮 除了香味好吃 以外 有什麼小菜是你要給大家推薦的 我們的小菜 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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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三層肉就是 都用來吃 噴嘴滴油蔥的 對 下這個菜麵的專長 就是出名這三層肉 爐桌切成麵的特色 三層肉 也要來嚐嚐看 奇怪耶 為什麼爐桌的三層肉吃起來 都不會油 又不會膩 好 跟你說這個鯊魚菸 是直接從基隆帶過來的 相信一定非常的新鮮 那如果要吃鯊魚菸呢 還有透抽啊 就要記得蘸這種 有芥末的蘸醬 乾一點吃吃看 真的很新鮮耶 它魚肉的口感 到嘴巴裡一絲一絲 但是又綿綿密密的 很好吃 而且真的完全沒有腥味 哇 這麼多的小菜 吃了我的嘴巴 都停不下來了 而且因為老闆之前 是做海產的 所以他們對自己的食材 特別的要求 像是刷魚菸啊 透抽都是從基隆帶回來 都非常的新鮮 而好吃的三層肉 也是老闆特選黑豬肉 所以肉質非常的好喔 蘸州的芥末真的好好吃喔 讓我一家吃過 一家肚子真的好撐 不過呢 芥末加年華 除了有好吃美味的芥末之外 蝴蝶也要帶大家去逛逛蘆州 著名的觀光景點喔 首先的第一站 就是紫禁城博物館 魂館這個重腕之法 清雞瓜的寶刀 它當初在明朝的時候 因為為了抵擋入魂的歐狗 打贊了十八年 蘆州的紫禁城博物館 是在明國八十七年 由佛像雕刻家王陽傳先生 所創立的 因為對藝術品的收藏 與賤賞有獨到之處 因此建立了這個博物館 館內庭園裡柳葉飄逸 綠玉盎然 充滿了古色古香的感覺喔 館內的收藏 非常的豐富又多元喔 而且像我身後的這些古物 都是非常珍貴 而且別的地方 絕對見不到的 那來到這裡 當然要請館長 來替我們介紹一下啦 歡迎館長 你好 館長好 沒點我介紹喔 在我們面前借一點 是唐朝文禎公主 夫系松贈幹部 也是現在所稱的西藏王的金關 全世界總共三點 現在的歷史上有記錄了一本書 要在布達拉宮 那個點是鐵關 本館總共有收藏兩點 當然在觀眾借點 面前借點是最珍貴 因為上面都有竹母粒 紅寶石 還有藍寶石 還有水煎 真的 而且全世界只有三點 你這裡就有兩點喔 對 所以在面前借點是 他登機 還有起文成公主 起彌伯奧公主 他大部分跟登機所用的 因為打仗不可能帶這個金關 打仗是要帶那個鐵關 鐵關在哪裡 在現在的布達拉宮 但我先做個廣告 平常沒有藝葉看不到 布達拉宮 然後我這邊藝葉就看得到 真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啊 館長你這邊的收藏很多 有兵器 雕刻 那還有沒有什麼 是你一定要跟大家來介紹 有 因為我跟故宮伯爺 是一個友誼的博物館 它有一個脆白菜 它上面有蟲蟲 所以最近我看到電視知道說 蟲蟲它有虛虛斷 但我這個白菜 是純粹的白菜 是和田的白菜 但是它因為整塊的白魚 它硬度很高 但今天不能示範 不然我可以拿那個銅板去敲 它聲音如慶 硬度很高 因為它沒有蟲蟲 所以不用懷疑它有沒有壞掉 所以在我們面前這塊 你看是純白的 這白菜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雪白的顏色 晶瑩剔透的 那館長你可不可以再帶我們去看看 你收藏很豐富的兵器 好 沒問題 我帶你去看 好 走 好 那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嗎 沒問題 我來介紹本館的正館真寶 七七光的寶刀 它當初在明朝的時候 因為為了抵擋日本的歐寇 打仗了18年 最後都被打敗 派了七七光去平定歐寇 這寶刀呢 因為跟一般不一樣 我有簡單的介紹就是說 好 刀光劍領 寶刀未老 所以既然堪針把刀就不會生鏽 真的 對不對 這另外一把是 葉輝的金鐘報國的劍 刀是彎的 劍是直的 就是最簡單的辨別方法 它金鐘報國上面那個劍鞘 有寫金鐘報國有四個字 真的耶 它腿有寫的牽牽的 因為它 傳說關公跟葉輝身高都很高 所以你看它的配件就知道 對啊 很長 很大一把 對 很特別 還有其他的上網寶劍 還有上面那一把 是錦衣衛的保護航上的刀中刀 是真的喔 上面一把 真的錦衣衛在拿的 它有刀中有包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還想要知道館長還有什麼 珍藏的鎮店之寶的話 鎮館之寶的話 一定要親自來這裡看看喔 那今天非常謝謝館長 謝謝你 謝謝你 還有記得要預約喔 本來 對 而且提醒大家禮拜一修館喔 禮拜一不要來 而且有免費這麼詳細 這麼熱情的免費的導覽 對不對 對… 一定要來喔 蝴蝶帶大家來到的第二個景點 就是國家三級古蹟里士古宅 你們看 里士古宅前面有一個很大的蓮花池喔 而且它是採四合院的形態 總共有九廳六十房 一百二十扇的門窗 底底外外加起來 總共佔地兩千多屏耶 而且你相信嗎 裡面曾經有兩百個人 同時住在一起喔 獨州當地人稱為李祖廁的禮宅 是陳中原式古廁的代表性建築 古廁裡回廊階層分明 是台灣社會的無價文化資產 內政部在74年將行定為 國家三級古蹟列館保護 裡面所有的用具 陳設都是很有歷史味道 非常適合帶小朋友來參觀玩耍 這裡就是古宅裡面的造咖喔 造咖就是廚房 為什麼我們是介紹廚房 而不是介紹廂房呢 因為我們是美食節目嘛 那裡面呢 有很多富有歷史意義的 做菜的工具喔 那首先就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 現在的小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這個呢 就叫做造 是以前在上面可以煮東西啊 是造喔 是造喔 好 那還有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是製作米苔木的篩子 還有還有 這個大大的這個是蒸籠 還有各式各樣可以放調味料的罐子啊 什麼的 都是非常具有意義的喔 而且呢 外面的飯廳 在週末假日的時候也開放給大家 可以拿茄仔米到外面吃喔 所以爸爸媽媽也可以帶小朋友來這邊看看喔 盧州雖然在台北縣 但是很少有機會過去拜訪 趁著這次2008盧州 且阿咪加年華 蝴蝶為大家先去探路 推薦了美味小吃且阿咪 還有富有歷史價值的景點 希望大家都能玩得開心 吃得滿意喔 那十全大補完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台北西朗 bat 影片 帶身 什麼 拍照 對 影角 記的 因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